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,超分辨光刻装备研制,29日通过验收,这是我国成功研制出的世界首台分辨力最高此外超分辨光刻装备。 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核心装备,我国在这一领域长期落后,它采用类似照片充音的技术,把一张巨大的电路设计图,缩音到小小的芯片上。 光刻精度越高,芯片体积可以越小,性能也可以越高,但由于光波的演射效应,光刻精度终将面临极限。 该光刻机由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研制,光刻分辨力达到22纳米,结合多重曝光技术后,可用于制造10纳米级别的芯片。 项目在原理上突破分辨力演射极限,建立了一条高分辨,大面积的纳米光刻装备研发新路线,绕过了国外相关知识产权壁垒。 研制团队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相关负责人29日表示,相关领域国外禁运,我们再也不用怕了。